就在刚才,一直对华很不友好,澳大利亚总理克安布尔终于下台了,可接替他的人却同样不令人放心。 昨天,耿直哥曾传闻给大家讲述了澳大利亚政坛,这两天,发生了一场大地震,该国的前总理克安布尔,因为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决策,引起了同僚们的不满,结果遭到了其他部长的背叛和对他总理宝座的挑战,虽然他于三天前勉强在他所属的澳大利亚自由党,第一次倒霉投票中,守住了自己的总理职位。 但在接下来的两天,剩他的13名内阁成员,却先后辞职对他表示抗议,于是,就在今天上午,自由党再次对特恩布尔能否继续担任总理发起了投票,最终特恩布尔被他的带领内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所取代,后者也从此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三十任总理,以及过去十一年里的第六位总理。 而此前一度被看好将取代特恩布尔的前内政部长皮特达顿,则以补票的差距输给了莫里森。 至此,这个在过去三年里把澳大利亚对华关系搞得一团乱,让澳大利亚恐慌和排华的情绪空前高涨的政客,终于下台了。 不过,接替他的这个莫里森,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因为,昨天他才刚刚给了中国当头一棒,禁止已经在澳大利亚发展15年的中国企业华为,参与该国武器盲络的建设。 华为方面则对澳大利亚官方的这一决定感到很失望,斥则说着,一决定是出于政治原因的,并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,可非歧视的自由贸易原则。 一些澳大利亚媒体也担心此举会进一步损害原本就紧张的中澳关系,同样值得关注的是,此前莫里森在担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时,也曾以国家安全会名义在2016年拒绝了中国企业进购澳洲电网Mosgrid公司的股权,但他也曾在几年前表示很看重中澳的经贸关系,因为这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很有好处。 所以,这中澳关系的前景,恐怕还将持续不明朗,只能等明年澳大利亚大选结束后,才能有个清楚的答案了。